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叫大家做一套书肝健脾操 这套操对咱们肝不好,脾不好的人 效果特别好 如果你有口苦口臭,面色不好看 肠胃消化不太好 那么就跟着大伟一起来做起来 这套操见效特别快 那首先怎么做呢 咱们要单手放在咱们的腰间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位置 这里是咱们的一个张门穴 就手心覆盖的位置 正好是咱们张门穴的一个位置 张门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帮助咱们疏肝健脾 放在这里以后 咱们要去往前去推 顺着脾经行径的路线再往下走 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呢 就像我们在画一个七字形一样 数字的那个七 我们就这样推过来 往下就这样做 做个200下 来,大概演示一下给大家看 手贴在这里 然后往前推,往下走 再回来看 往前推,往下走 非常的简单 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咱们手要压下去 如果说你的手上没有什么力气 那我们可以两只手一起做 就像这样 两只手交叉 往下去压 压住 然后往下去推 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做起来 你可能感觉大尾像在画一个圆圈一样 其实不是 咱们只是走了一个行径的路线 既刺激了咱们的张门穴 又把咱们的脾经给通顺了 咱们就这样做 200下 好 这是侧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 好 做完一侧呢 咱们再做另一侧 如果你这个肠胃不太好 对吧 平常有一些便秘 那么咱们做完以后 其实对于可能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 他身体上面就开始有肚子咕噜咕噜响 或者做完就要去上厕所了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证明它是一个代表做的有用 有效果 咱们就这样做200下 速度不用很快 不用很快的这样去揉 咱们就力量渗入进去 慢慢的推 就可以了 中等的速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左边做200下 右边做200下 每天都做一次 慢慢的咱们肝筋和脾筋 就会越来越通畅 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健康 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 关注 每天都会分享一条 有用的养生小知识 谢谢大家